嗨,各位醫院的好朋友大家午安 時間已經五點多了 特地跑了一趟我們新園區來巡視一下這邊的植栽 那剛好看到這個長生在這個 花生藤藤蔓的這個 花生藤藤蔓中的這一顆酪梨 這一顆酪梨是哈斯酪梨 那看了一下有一些枝條乾脆我選擇 剪一根枝條回家來做嫁接 這是一顆哈斯酪梨 但是你看現在看到葉子 被這一些小的蘿類 蝸牛還是蘿類 咬的亂七八糟 那我現在剪這一根的枝條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一個做法剛開始是處於那一種 酪梨的嫩芽做的嫩芽接 那剛開始操作的 操作者吳醫師他也用了那個什麼 針酒 針酒那個針來固定 很特別很神奇那也成功 然後這個品系是我一直很想要嘗試的 那現在各位看一下哈 這個地方的這個枝條有沒有 這個枝乾上來這裡長一個枝條 很明顯的往這邊長 跟這個是屬於是重疊枝 他本來就應該調整或修掉 我現在乾脆把它剪掉 我現在剪掉拿下來之後 好 這就是一個哈斯的枝條 哈斯的枝條相對對我們來說相對珍貴 所以趕緊 將這葉子修掉 那我們待會就帶回去 回去之後利用家裡的那一些 送了一段時間的那個石森的 剁梨廟 我們要做嫁接的動作 因為哈斯的枝條取得不易 那我試試看 如果可以複製成功的話 那接下來就比較有材料可以用 好 這是一根哈斯的枝條 哈斯的枝條 然後這樣修了之後 以後這個的植栽就有 一二三 三個組織 那目前這個地方還有兩個 我是覺得要抉擇 就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到時候再看 因為這個方向起來是可以 這個方向跟他太急了 所以這兩個可能到時候 要再抉擇 因為執照還小 那我暫時就先去 這樣一個小的枝條 回家來試試看 OK 夠了 走吧 嗨 伊甸園的好朋友大家好 期待了很久很久我們終於 今天從我們的新園區裡面 取回了一段哈斯的洛梨的接稅 所以這個接稅對我們來說 相對的是比較珍貴哈斯洛梨 確定是哈斯 所以我現在要來做 架接的動作 那介紹一下 我架接今天我用的這個是 好朋友前輩虧症的 這一個架接剪 那我都已經用了酒精消毒過了 等一下我要直接操作 那這些剪刀 還有那個枝剪都用酒精消毒過了 好那我現在要直接操作了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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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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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操作了很多次 只是那个接税的品种都不一样 所以目前的绑的那一个熟练度 比早上刚开始操作的时候好很多 然后工具也使用过很多次 也利用酒精彻底的消毒过 也就是说所有会失败的变数 我们大概都是一一的有做改善跟努力 希望这次的嫁接的成功率能够高 能够高一点 那我喜欢哈斯洛里 最主要是因为喜欢吃 这个出发点很单纯 就是因为吃过哈斯洛里的风味之后 对它的那一种绵密的那个奶油味道 相当的喜欢 不管是澳洲的哈斯啊 加州的哈斯或是纽西兰的哈斯 都很喜欢 刚开始接触哈斯洛里是在好市多 那后来在加勒福也有在卖 小小一颗 蛮贵的 跟国产酪里比起来就是蛮贵 但是好吃啊 好那我现在蚕食蜡膜 那我这个接税大概留了有两个雅典 啊留了两个雅典 那待会 待会我还会再加上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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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嫁接的这一个 就是 保湿吧 啊 那哈斯洛里是A型花 所以我就写A花 哈斯 那今天是109年的5月17号礼拜天 好再把它套上去 好 套上去再找一个夹子 夹起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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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cal 要说 嗯 这个的嫁接工具蛮好用的 那后续的就是看使用这个工具之后 我们这样的操作它的成功率大概会有多少 那记录起来跟各位有兴趣的好朋友做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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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